就是从那个某个范围里面 帮我找出什么 找出那个一班二班三班 这个还蛮常会遇到的 就是你要把不同的那个类 就是有点像分类分群的概念 把那个某一个栏位里面的同样的资料 帮我把它独立出来 那独立的方式当然除了说可以显示之外 另外有一种可能就是 另外再帮我增加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 有没有快速的帮我把它拆开来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希望写一个程式 不愿意写一个程式 就是要做一件事情 请你分别帮我把那个什么 班级里面的一班二班三班 分别放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 那你要怎么做 第一个你可能你先排序一下 然后把一样的放在一起 然后把它建一个新的工作表放进去 放到那个工作表再慢慢放 对不对 那如果班数像是只有三班 放三个OK 可是如果有很多个的话 哇那你可能会还是会想说 用比较快有效率的方法来完成 那要怎么做 那当然方法绝对不止一个 只是说你要从这么多方法里面 你要找出一个比较适合你的方法 或者是刚还要刚好比较适合这个题目 这个这个状况 OK所以有的时候说真的每一种情况 不见得说只能够 好像一定要用哪一个方法 如果简单的事我讲过吧 你简单就是用那个函数 或者甚至负贴字也可以 但是理论上现在的资料的数量都非常庞大 那因为我们上课的关系 我们不可能说拿一个很大量的资料给你们练习 所以通常这个资料看起来都很少 然后你会觉得 是这么少我用复制贴就好了吗 但是问题是未来资料不可能这么少 那上个礼拜的话呢 其实就解决什么 就是如果当这个下拉清单 选到一个 比如说一般 那我希望可以把一般的资料 放在这个下方的话 OK 那这个地方 如果下拉清单二般 那就点一下这个 他就把二般放过来 不过在讲这个附习附习之前 不晓得各位对于那个下拉清单 这个部分熟不熟悉 因为这个下拉清单 你说老师他这个地方下拉清单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那其实这个应该也不难了 这个下拉清单产生的方法 就是在资料里面 有没有 不知道各位没有用过 叫资料验证 那因为这个题目已经帮各位 预先把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下拉清单已经建立好了 所以未来如果假设说 你要自己建立这个下拉清单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做 所以方法也还蛮多啦 那当然重点就是第一个啦 这个下拉清单 一定要必须从哪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去建立的 那所以以后 如果假设你 假设我们把它恢复好了 如果完全没有 那你要把它建一个下拉清单 里面有123般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你游标 必须放在H2储存格 第二个的话呢 再按一下资料验证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首先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的话呢 这个资料验证里面 它预设是任意值 可是你会发现 你一点进来 有没有发现 它把原来任意值 第一个一定要先改成什么 改成清单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改成清单的话 它也不会有清单的效果 那一旦你改成清单之后 你会发现 那个储存格的右边 会出现有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下拉 有没有箭头 OK 就是可以让你点的 那也就是说 你第一步一定要从什么 从资料验证 里面的那个设定 OK 有没有 储存格会允许什么 允许本来是任意值 改成清单 OK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的话呢 本来这个 改成清单 那第二个动作的话呢 来源部分 本来是没有东西 那如果说呢 你希望能够 让它有一班 二班 三班 这个 这个资料的话 那方法好几个 那其中的话呢 如果你要写固定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直接把 资料呢 透过这输入的方式 直接输入上去 那中间加到 豆点的话 他就知道 第一个是一班 第二是二班 第三个是三班 这样的方式 所以按确定 这边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下拉清单 有没有 那但是这个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就是如果假设未来 还有四班的话 那你变成你还要再豆点 然后再加一个四班 那如果还有五班 那你要变成你要手动再去加了 所以如果假设说你 直接写在这边的话 那已经固定了 OK 那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不要写在这边 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当然有了 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说了 我们先假设了 我在旁边这边建一个清单 没有把班级 这一栏一样选起来复制 然后我贴到这里 贴到L栏这里 然后贴上之后的话 我如果只是要留下 那个不重复的内容的话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移除重复 有没有 你把A栏跟刚刚一样贴到L栏 刚刚是贴到H栏 然后贴上之后移除重复 然后他会问你说 你要针对这个范围 有没有标题 有标题 这个就标题 OK 然后要帮我把它移除 所以你会 如果利用这个的话 他会把一样的东西拿掉 比如说一班只会留下一个 二班也会留下一个 OK 所以最后只会留下123班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会跟你讲总共有八个 然后我最后帮你移除掉之后 剩下三个就这123班 好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因为我需要一个清单 所以刚刚如果假设 你不要用刚刚这个方式 什么方式 有没有要记得放H2 你把它改一下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可以练习一下 如果我不希望来源是固定的话 那我可以把这边改成什么 选取这边的范围 这样就OK了 L2到L4按确定 好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你下拉清单的话 一样也会work 他也只是说这个资料来源 从这边而来的 就是来源的话呢 我们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下拉清单 另外的话呢 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 如果呢 我今天这个刚刚的那个资料验证里面 我是选一个来源 给一个位置 有没有 另外除了给位置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可以用名称 那名称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 我这边定一个名称好了 比如说这个范围的名称叫班旗 那我要怎么定义它的名称 第一个你可以把上面的名称复制一下 Ctrl C 在选取下面就是它 所对应到的范围 然后把这个名称放在 我们Excel的 左上角有一个名称方块 把这个名称贴上就可以了 贴上按Enter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范围 刚刚没成功的样子 选起来对不对 在这边 这个好像有选取状态 把这个选起来 在这边输入刚刚的名称班旗 我自己打 输入之后Enter 确定一下 这好像有点问题 那如果像刚刚这个地方一直有问题 你可以切到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了 看一下这个名称 这名称没进来 确认一下 这三个 这三个 嗯 有问题 看一下 那如果说 假设定义成功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再到刚刚那个地方 把它重新再选取 所以将来如果有那个名称的话 那那个资料验证部分 你就可以用名称来代替的 你们先试一下好了 确定 那刚刚那个班级的名称 一直没办法输入成功 我它是主要原因应该是跟那个 我们有写了一个Sign名称叫班级 这个名称跟它冲突也不行 所以我把它改一个叫班级清单好了 如果班级清单之后 我再到那个 一样那个什么资料验证里面 我就可以把来源改成什么 改成用F3 那一样可以选班级清单好了 这个名称 那按确定一样 这个结果它也会帮我产生那个下拉清的 所以也就是说资料验证里面 假设你要指向某一个资料范围 至少三种方法 一个是写固定的 一班逗点 二班逗点 三班 那第二个方式是直接选取某一个范围 第三个用定义名称的 所以这个 至少三种方法可以完成那个下拉清单的部分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